HELLO EVERYONE,我是水凌 從現在開始呢,不定期會做一個LEADCODE的基礎練習 那今天呢,我們來練習的是我們的 algorithm理念的2SUNG基礎演算法的一個練習 首先呢,我們先點下去看一下它的題目 在那邊呢,我們能看到說 它有一個說明跟我們的example 三個一個例子 那這時候呢,我們能看到上面的說明 我先來看一下,它說 Given an array of indigen nouns and an indigen target Return indices of the two numbers Search the layer add up to target OK,它說呢,我們要給它一個整數的一個陣列 跟一個整數的一個目標值 然後呢,它會return我們的指數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index的所影 它會return我們的所影呢 在這兩個數字的一個加總的一個位置 好,這時候呢,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這邊它顯示我們輸入了271115的陣列 然後呢,目標值是9 最後呢,它會輸出我們的0跟1 然後呢,它也很貼心的幫我們解釋expiration 因為呢,我們的位置0加上我們的位置1呢 2加7 我們會等於9 所以呢,它會return我們的0跟1兩個位置 所以呢,透過下面這個範例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它就是要我們輸入一個陣列 然後這個陣列裡面呢,它的值呢 會包含任意兩數的總和呢 會等於我們的9 會等於我們的9 所以我們就要寫一個程式 是可以透過我們的目標值 去搜尋呢,我們陣列裡面呢 有沒有任意兩數呢 可以等於我們的9 對 那當然也有可能我們輸入的目標值 不在我們的任意兩數、總數之內呢 這部分呢,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呢,我們就到右邊 那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想要使用的一個語言齁 最近我在練go 所以我們就是用我們的gole來施作 好,首先呢,我們先來思考一下 我們先不用程式 我們一般、一般人 我們要怎麼去做我們的 兩數之總和的一個檢驗 我們的目標值是我們的9 所以呢,我們一般的檢驗方式 最快的人體的檢驗方式就是我們的2 然後,我們去看看嘛 我們可能就是2加7 好,2加7等於9 那我就過關了 那如果沒過關呢 如果沒過關 假設我今天是15跟2的位置調換呢 我沒有大小排序正常 所以呢,我可能就是15加7 那它就會等於22 那這時候就不是9了嘛 代表說這兩個總和就不對了 這時候呢,我們就會再試下一個 15加11 那它會等於16 那也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再試下一個 15加2 對於17 對 一次的一推呢,這三個數字 然後試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試下一輪 7加11 7加2 然後就能試到是9了嘛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上面剛剛這個翻例呢 我們只要使用兩個復悔圈就行了 這時候呢,我們先來打上我們勾類的復悔圈 然後呢 我們先來宣告一個最簡易的i的復悔圈 等於0 等於0 分號 然後 i 小於 小於什麼呢? 小於我們的正列長度嘛 我們這邊 勾類我們就使用我們的 lan function 然後取得我們 nons的一個長度 如果 我們目前的i 小於nons的長度呢 那我們就會把我們的i 加加 然後這時候 再輸入我們的 跨弧 去把它包起來 好 跨弧包起來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做完我們 第一個array了 那第一個array它做的是什麼呢 去取得我們這個正列的一個長度嘛 然後並且呢 當它小於這個正列長度的時候 會繼續跑 所以呢 它總共就會跑我們的0123嘛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取得 第二個位置嘛 如果我今天跑的是 第一個正列的 第0個位置 好 假設我們今天跑到 第0個位置 那這時候呢 我需要的就是 我們的 第一個位置嘛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取得第一個位置 我們就需要第二個 for回圈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 for回圈複製下來 然後呢 我們就稍微改一下 把它改成j 好 一樣齁 這個j 也是取得我們的正列長度 因為我們正列長度 都是一樣的 我們只是說 我們要在同一個正列 取得第0個 跟第一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呢 我有第一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第0個 它的 第0個位置 就相當於我們的 第一個位置嘛 那這時候我們能取得的 第0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i 那我們第一個位置是什麼呢 第一個位置 是我們的 j嘛 所以呢 相當於就是我們的 0跟1 那這時候呢 我要做什麼 我要把我的i去加1 所以這時候就是我們的 i加1 透過這個i加1呢 我就會讓它 進入第二個for回圈的時候 它的j的位置 就會等於我們 第0個位置加1 的第一個位置 那這時候呢 我們假設 第0個位置取得的是15 那第一個位置 它就會取得7 對 好 兩個位置都取好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能做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我們的條件判定嘛 就是 我們的這一個 15加7 會不會等於22 所以我們就可以 加上一個if 然後呢 if什麼呢 if我們的nons 括弧 然後輸入我們 第一次取得的一個位置 是我們的什麼 是我們的i嘛 所以我們就輸入 nonsi 然後ifnonsi 加什麼呢 加我們的nonsj 我們取得的第一個位置 這是第一次取得的第一個位置 然後第二次取得的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能看到說 我們的nonsi加nonsj 那就會等於什麼呢 我們就要去判斷 它是不是等於我們的9嘛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輸入等於等於 然後等於等於什麼 等於我們的target 假設我們target 輸入9 那它就會變成9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判定說 15加7 是不是等於9 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 返回我們要的一個 function 嘛 返回我們要的一個 function 的一個值呢 那這時候呢 它返回的值是什麼 就要返回我們的位置嘛 判定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以目前我們上面這個整列來講 它判定的位置應該是要我們的1跟3嘛 對不對 0123 1跟3 好 所以我們這時候返回的位置呢 其實我們就是打上 return 然後呢 我們輸入整列 裡面呢 篩的值是什麼呢 分別就是我們的 i 跟 j 也就是我們量數總和的位置 剛剛取得的 i 跟 j 然後判定我們 i 跟 j 呢 如果等於9 那我們就返回 i 跟 j 的位置 這樣呢 透過這個 function 就可以去取得我們 總和的一個 index 的一個位置 好 都寫好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 就可以先 run run 看 但我們這樣 run 呢 應該會看到一個錯誤 我們先來提交看看 好 我們看一下 lico 的一個 result 先是什麼 OK 這時候呢 我們能看到說 其實 我們會看到錯誤嘛 因為呢 在 goal 類裡面呢 它的刮鬍 是非常的嚴謹 我們必須把這個刮鬍呢 放在我們的衣服同一行 我們不能像其他語言一樣 把它擴到下一行 這時候呢 我們按 submit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它說什麼 它說 missing return at add of function OK 它說呢 我們 缺少了回傳 再結束 function 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呢 是成功的時候 判定說它真的有9的時候 我們才會回傳嘛 那今天如果你念 根本就沒有兩數總和 加起來是9呢 如果是3呢 那這時候呢 我怎麼加它都不會是9啊 最低它也會是10嘛 那這就不對啦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在方選 其他地方 不管它有沒有成功 我們都要讓它有回傳值 不然我們這個方選 就等於沒有回傳 那這時候呢 城市可能就會 沒有辦法去處理 我們想要的一個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它到底有沒有處理成功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當它沒有回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輸入 -1-1 代表說 找不到 我們把-1 當作找不到 然後 這時候呢 我們寫好之後呢 我們就做好一個 基本的一個 安全措施了 這時候我們就按 Submit 看一下我們有沒有通過 我們題目 OK 好 到這邊為止呢 我們就完成了 一個我們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 簡易練習 然後呢 這邊 Summary 它也有幫我們留住 這個 Commit 的註解呢 就稍微給大家做一個範例 讓大家更熟悉一下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透過非常簡單的兩個 Fore圈 第一個Fore圈呢 取得我們的初始位置 第二個Fore圈呢 取得初始位置 再加下一個位置 然後呢 兩個位置相加去判定 到底有沒有我們的總和 有沒有的總和 好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有任何想要討論的 或是想要考慮的 看的技術教學影片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空的話就會拍 那我是瑞琳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